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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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面对你爸 好好反省 你对得起你爸吗 你这样下去 我死后怎么面对你爸 妈 我有种预感 你那三十年之后才能去见着我爸 少跟我贫嘴 从现在开始 我不准你这么放人下去 明天就跟丹妃领证 从现在开始 不允许离开家半步 谁说我要跟她领证了 我不结 不结也得结 妈 我不结 妈说为你好 你选择崔丹妃是对的 跟一个深爱你的人结婚 你的后半生不会很辛苦 好好想想 麻烦 可别 对不起 是我错怪你了 现在我都知道 我知道 于是因为 怕你的失忆症 都会伤害到我才离开我的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没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一直陪在你身边 现在你的失忆了 我再让你治愿 是你 曾经的你很幸福 曾经的我们 一起经历过很多可能很开心的事情 我没有你 哪怕全部都失去 没关系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是你 是你 我想跟你重新开始 就算 就算你会随时忘记我 就算将来 你可能根本就不记得我们一件发生的遗迹 但是现在 是你 是你 世界上 我可替代的你 我希望你可以给我 让我抛弃 你朝你往往去 不能没有你 让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是你 你 是你 无可替代的你 是你 让我不顾一切 向你狂奔去 不能放下你 哪怕全部都失去 没关系 只要和你一起 你是我能想到的 唯一幸福结局 竟然要跟霍斌结婚 阿姨 多喝点啊 这个粥啊 我熬了好几个小时呢 阿姨 喝粥呢 紫棋来了 阿姨这两天不舒服 没有照顾好你啊 没事 这是跟我自个儿家一样 您不用照顾 不过阿姨 您这病 是被崔丹妃弃的吧 丹妃 烧杯套 妈 喝酒 就剩这最后最难的一关了 该引爆的炸弹 我自己来引爆 你不说那就我来说了 陈助理吞并了整个爱街集团 崔丹妃和她 阿姨 陈助理是我爸 妈 你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陈助理 是我爸爸 陈 妈 冷枪 我 你这个白眼狼 妈 妈 你还不敢快走 你就是个白眼狼 妈 妈 快走 你别拦着我 快走啊 阿姨对不起 妈 妈 妈冷静点 妈 阿姨 您别生气了 阿姨 妈 白眼狼 白眼狼 妈 怎么样了 我没事 妈怎么了 还不是她的倔脾气 病了还要工作 结果呢 直接就被送到医院里来了 姐 你跟妈聊会儿 我去买点粥 好 来 你坐 妈 你是不是又感冒发烧去工作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身体的机能是有限的 你不是机器 会损坏的 再说了 你这样工作能赚几个钱 现在生病 花的钱更多 是赚不了几个钱 妈 妈的积蓄全在这儿了 拿着 妈也知道 光靠我干活 是挣不了几个钱的 要想买个房子 实在是太难了 可人家不是说吗 于公宜善 妈就是想 咱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的 咱劳动光荣 你爸好像是爬上去了 可到头来 还不是跌下来了吗 妈 妈就是希望 你别像你爸那样 好高无远 竟做些不切实际的事 咱是普通人家 咱就过普通人的生活 买不起房子 可咱心里也踏实啊 你之前做那个主播的工作 只要好好做也可以 但是你一直盘复着跟霍家的婚姻 你为什么不懂我 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更好的生活 就因为我们穷是不是 就因为穷才又更努力啊 你说你 我 你好好休息 我改天来看你 姐 你怎么要走了 你好好陪妈 我先走了 霍斌她根本就不想跟你结婚 你这是借口 是你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丹妃 房东先生 你好 什么事 我带人过来看房子 这么快啊 我的房子很好租啊 房东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家今天有点事 麻烦您明天来行吗 拜托了 好吧好吧 那谢谢啊 不好意思 那您改天再买 没事没事 你刚刚说什么 这个房子是租的 当初 我觉得你继续跟他们住在一起 不太方便 所以就先租了一套 等以后有钱再给你买嘛 原来你是个骗子 丹妃 我只想让你幸福 让我幸福 你看看我现在得到什么了 本来我的生活过得好好的 你突然间闯进来说是我的亲生父亲 想弥补你的过失 想让我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结果呢 我失去了一切 得到的只有你的欺骗 丹妃 别这样 咱先搬出去 以后咱们慢慢说好吗 我再也不想见到她 丹妃 丹妃 你骗我 都在骗我 丹妃 为什么这样对我 丹妃 丹妃 跟我走 你有病啊 是你啊 不是我是谁啊 你坐在身上那么臭 估计流氓都得躲着你 你去哪儿啊 你要去唐可儿家吗 你回到那个房子里 估计他们就多了一个娱乐项目 对你冷嘲热讽 极尽挖苦 或者你可以住酒店吧 没钱了吧 你爸不会再给你了 我一般呢 早餐七点半 你也不用做别的 弄点三明治啊 喝咖啡就行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看 咱们俩相识一场 我也知道你没钱 帮帮你的忙 让你免费住我家客厅吧 对不起啊 本小姐没空伺候你 随便你 想清楚就好 对嘛 又不是没干过 是不是 装什么清高啊 活着最重要 你就穿这身衣服打扫卫生啊 来 封这个吧 新的啊 对了 我有点饿了 一会儿给我做饭 你 live food 我去清洗 对的 封这个 封 Л 你去 kn 对的 去 你去 去了 微缘 好 余总 真的要对海悦新媒体进行清算吗 要不是陈志伟非得报 我早就清算那家分公司了 既然陆明杰让我清算 我不妨送他一个顺水人情 小林 做事要做彻底 要彻底消除霍华诚的影响 就必须不能给霍宾那个小子 留有任何翻身的余地 是 我这次去办 越快越好 是 小淼 你说你办也真是的 现在霍宾还没好呢 他就说要撤资 还说要对我们公司进行清算 你啊 现在就别说小淼了 余总的事小淼说的也不算啊 可是 就是的 关于这事儿 我已经很严肃地怒斥过我爸了 可是 我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我还得依靠我爸 替我还卡债呢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可是你看看 现在霍宾是指望不上了 那我们公司怎么办 谁来救救我们啊 不知道啊 你要辞职 什么理由呢 我要回海岳新媒体 据我所知 海岳新媒体要被集团抛弃了 马上要关门大吉了 海岳不会关门的 这有信心是好的 但也有个度啊 你啊 就踏踏实实待在华直播吧 别总想着要走的事儿 让他走 我是为可而好 他能在公司有个工作 回海岳不等于跳火坑了吗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要是不同意呢 那我就辞职 你还危险 我们走 陆翔 不用说了我知道了 花直播不可能一直留着你 我想留你 也留不了 海岳新媒体现在人心涣散 霍宾又这样 我想回去帮他一把 我明白 霍宾只要有困难 你就会尽全力去帮他 只是海岳新媒体遇到的困难 不是你想解决就能解决得了的 就算是这样的话 我也要试一试 我不想再逃避了 我想回去 努力地保住公司 努力地挽救我和霍宾的感情 希望你也是 可以追求你的幸福 我 奶奶 奶奶 您怎么来了 你们在说什么 我 我 我和可儿在讲工作上的事情 刚才你说那话什么意思 奶奶 我跟陆翔分手了 我决定回海外新媒体工作 为什么 老 hanya Bon 隋但飞 到你了 可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露翔那么好的孩子 您还和他分手 你 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那个霍宾啊 奶奶 霍宾当年跟我分手 是因为他把我忘了 化心大萝卜 见一个忘一个 他不是化心 他有失忆症 失忆症 那个时候我生日 他突然失忆症病发 那是他第一次发病 所以整个人都很痛苦 很焦虑 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他才会那样对我 可怜的孩子 看上去挺健康的 怎么会得这个病呢 现在他生病了 公司又出现问题 所以我想回去帮他 帮他 你会支持我的吧 奶奶 可是他得了这种病 万一再发病 又把你忘得一干二净 怎么办呢 事实上 他已经把我忘了 但是 我不怪他 因为他是病人嘛 而且我这么爱他 所以我希望 所有的困难 我都可以陪他一起来面对 可是傻孩子 这条路是很辛苦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奶奶 你会支持我的对吗 你会支持我的对吗 我的傻孩子 奶奶 可儿起来啦 你怎么那么早啊 奶奶想让你跟我去买个菜 看看霍宾爱吃什么 我想请他吃个饭 怎么那么突然啊 怎么突然 之前啊 奶奶都不知道 她是因为失忆才伤害你的 我还教训了她一顿 我得跟她道个歉 道 道歉 奶奶 我突然肚子不舒服 我 我去一下厕所啊 好 这个可儿啊 上个厕所要这么久 奶奶 天天啊 你帮奶奶打个电话 叫霍宾过来一块儿吃饭 好吗 把陆翔也叫来 叫他一块儿过来 热闹 对啊 怎么了 不愿意帮奶奶打这个电话呀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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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 奶奶 奶奶 不要生气啊 咱们上那边坐着 好 走 怎么办 要是奶奶一会儿 看见霍宾这样的话 一定会气疯了 霍宾 你跟大牛天不在乎 没有 我还能给你 我还有个啊 我们今天 现在都很不在乎 干吗 老大 老大 你 老大 怎么样 可儿啊 货宾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呢 奶奶 这饭什么时候都能吃 我突然想起了 我公司下午还有个会议 我要去一下 你送我吧 奶奶 那我送可儿去 奶奶那我们先走了 你 奶奶 我直播时间到了 我来不及了 您先慢慢吃啊 这怎么一个个好像都躲着我呢 我比现在这个样子 你倒算把奶奶多久 能瞒多久是多久吧 我不想让奶奶担心 其实你完全可以 不让奶奶担心的 霍宾已经失忆了 她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都已经忘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是 所有人都觉得 霍宾变了 以前的她回不来了 如果我再不相信她的话 我们的爱情 就像消失的记忆一样 回不来了 爱情就像一场战争一样 我摆得一塌糊涂 难道我只是输给了时间吗 霍宵 其实你 好了 可儿 我真想像她一样那么无赖 为你付出一切 只要你能留在我身边就好 可儿 如果你坚持不下去的话 你就回头 我会一直等你 我 不要这么着急拒绝我 给我留一些希望 好吗 你说这可儿 我让她叫霍宾来吃饭 她就是支支吾吾的 什么都不说 你说霍宾 失忆了这么大个事 也不跟我早说一声 我总得见见她吧 聊一聊 对对对对 可是 我怎么就答应奶奶 带她来找霍宾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喂 好好好 我马上回去 很快 奶奶 我工作那边还有点问题 霍宾呢 她有可能在这儿 也有可能不在 你要是找不到她 你就先回家吧 早点回家 我就去工作了 奶奶我先走了 奶奶再见 那我自己也能找到 来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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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镜头啊 火鱼 余小秒的爸爸也真是的 你说海月新媒体 怎么就不能投资了 现在直播公司 竞争有这么激烈吗 多好的一个公司啊 怎么就保不住了呢 那些风头是不是都瞎了眼了 事情还能再糟糕点吗 我爱的人失忆了 公司这边的事 也看不到希望 我还能怎么挺过去呢 可儿 奶奶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得来 我来是要问清楚 你一件事情 你说 霍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人 失以前和失以后 是有些事情会记不清楚 值得你托付终身吗 奶奶 你找过霍宾了 可儿 别犯傻了 你替她找借口瞒我 还要瞒瞒瞒瞒到什么时候 奶奶 你听我警示吗 奶奶奶 气大伤身 气大伤身 可儿她心里有数的 我先扶你到那边坐会儿 可儿不会犯傻的 来来来 去那边坐啊 可儿啊 别生气了 真让我操心哪 看不到一点希望 我是不是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嘉欣姐 喂 嘉欣姐 嘉欣姐 可儿 坐吧 坐 上次回国你来找过我 还想让我投资海月新媒体 您 不是没有看中我给你的方案吗 综合之前你在海月新媒体的策划 和在花直播的表现 我收回我之前对你和海月的评估 那您的意思是 你原来在海月新媒体签约的主播 都非常地有价值 真正评估一个公司的价值 主要看的是人才 你个人 以及你带领的团队 让我有新的想法 海月新媒体现在的困惑 我有所耳闻 我愿意投资你们海月新媒体 真的很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给我这次机会 愿意给海月新媒体这个机会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打击到你了 但是我认识的唐可儿 可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当然 不管是爱情还是事业 我一定会秉着自己的戏面 尽情地走下去 没有发现异常 是的 以我对霍斌的了解 他现在这副自食甚高 凡夫苏子的样子 确实就是他曾经的样子 现在咱们可以确定的是 他这一年多的记忆 全部都消失了 录音笔的存档 虽然我们已经销毁了 可是谁也不敢保证 他那晚没有把话告诉别人 尤其是唐可儿 我看他现在对唐可儿的态度 一概不坏 不坏 上师的事是大事 就怕万一啊 霍斌失忆的事情 我始终觉得 还是太巧合了 密切观察吧 不能放松警惕 一旦发现有不妥 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绝不能耽误大事 来 陆霄 我这次来 其实 我就开门见山了吧 我今天来找你 是希望要回我们 海悦新媒体的三个主播 胡靖 王美人和李妹 我知道我这样的 要求很唐突 但是因为现在唐氏基金 愿意向我们投资 他们的要求 就是要用海悦新媒体的原班主播 我知道这三个主播 现在跟你们花直播 签了新的合同 所以 我同意 花直播的钱 是我从海悦带出来的 我让艾结集团陷入了危机 这是我欠货宾的 我一定会还给他 艾结集团遇到了困难 我没有理由不帮 那 你叔叔那边 我叔叔那边你放心 主播界新人辈出 以我的眼光会牵到更好的主播 到时候我们两大集团公平竞争 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嘛 我们海悦新媒体等着应战 之前你在我们华直播工作的时候 也算尽心尽力 可是跟海悦比起来 海悦才是你把生命融入进去的共同体 确实 我对海悦新媒体 倾注了太多 我对他的感情 确实很深 就像你和霍宾看着长大的孩子一样 怎么样 唐氏基金还满意霍宾吗 唐氏基金提出让我来做海悦新媒体的总裁 他们很有眼光 如果你领导海悦的话 一定会所向披靡 唐氏基金也看到了霍宾的能力 所以他们让霍宾做下一任新的游戏主播 那我的工作 也是要把这个游戏主播经营好 否则他们要撤回投资的 以霍宾现在的状态恐怕无法配合吧 我对他有信心 霸道女总裁来了呀 都怪我 没用 把我爸的产业弄砸了 保不住产业 现在整个海悦新媒体 由你唐老大说了算 我在这干什么呀 我呀 还是走吧 行啊 你走吧 反正现在呢 你也不是我们海悦的总裁了 你现在成为无业游民的话 还会有哪些不能搭理你啊 霍宾 签约我们海悦游戏主播 说不定那个时候 还会有一些女孩来理你 还为我私生活着想 你这个老板挺好的 算你用眼里劲儿 好 那我就签 可是你现在 坐的是我们总裁的位置 你要想签约做主播 就坐那边 是啊 对不起啊 这位大总裁我坐了你的位置 你让我坐一会儿 等一下我就离开 跟公司签了这份合约 你就是海悦的新主播 让我以更好的身份工作 为何不签 签 来 合约仪式两份 已经概括章了即可生效 当然了 合同期间 除了主播之外 你还是我唐可儿的总裁助理 在合同期间内 你无故地旷工代工的话 将面临巨额的赔偿 这条我怎么没看到啊 怪你不看喽 你 你耍我 随你怎么想 我 现在我们开始开海悦重整后的第一次会议 总裁助理 麻烦到你该坐的位置去 你 好 算你狠 我们现在来开重整后的第一次会议吧 我不得不对所有人都戴起面具 因为背后头盔的眼睛 到底有多少双我不知道 好好的录音村盘说没就没 到底是谁动的手脚 狗狐杰 又是谁罢我弄十一 如果我现在演的西楼处破绽 那就无法阻止我哥他们 做假账的事了 唐可儿成为海悦新媒体的总裁 并且到我们这儿挖主播的事 你就不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吗 以唐可儿的工作能力 我对他当海悦新媒体的总裁 并不感到意外 那挖我们主播呢 你也知道 我当时是从爱结集团贷出来的钱 成立了花之波 这算是我欠货兵的 行了 行了 我也不跟你讲 等我们上市以后 玩的是资本游戏 有的是钱 还抽挖不到几个主播 我觉得现在应该暂停上市 风险太大 暂停 你告诉我怎么暂停 我们为了做这笔假交易 做了大量的税金 如果说上不了市 连公司都保不住 你忍心 放弃你自己建立起来的公司吗 鲁翔 咱们现在是破釜沉舟 没退路了 菲菲 你在哪儿 快便聊聊吧 菲菲 你就打算一直躲着我不见吗 我们谈谈吧 我们谈谈吧 我一个从高处砰一声摔下来的人 跟你有什么好谈的 对了 听说你当总裁了 恭喜你 你别这样 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最好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我抢了你的男朋友 然后你又回了我的婚约 现在告诉我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真好笑 菲菲 回海月当主播吧 是回去看你的威风吗 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连你的事业 和人生理想都不要了吧 理想 我的人生理想 就是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 还有无限风光的事业 行啊 霍冰和你在一起 去实现你的理想和事业吧 去实现你的理想和事业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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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吵吵吵吵吵什么吵啊 让不让人睡觉啊 我让你住我家 可不是天天让你这么折腾的 你看底下弄得了 乱七八糟的 哎呀行行 你不让我住我就不住呗 我有的是地方住 哎 你别以为我真不敢让你搬走啊 啊 行行行这样啊 好 麻烦你帮我把我的东西收拾好 扔出去就行 我一会儿就走 哎 哎 阿姨 可儿来了 你把菲菲的房间收拾得真干净 可惜啊 我每天帮丹菲把她的房间打扫干净 她也不回来住 荒凉一梦 可能是从小我给她的太少 她期待的又太多 本来寄希望在那个爸爸身上 没想到 最后是一场空 阿姨 菲菲不回来住 我们就去找她 让她回来住 好吗 我 丹菲 随丹菲 随丹菲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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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